Tina他们说的这个词 首先是日本清华时期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性的称呼 首先他们用这种词汇来称呼我们 首先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严重的冒犯 我们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种责任感 还有那个一种情怀吧 爱国的那个情怀 然后来自发的组织活动的 昨天的所有的抗议活动是没有人组织的 据我所知 都是我们自发的去集中在那里 我们当时是相当气愤的 昨天下午已经有出现 就是学生干事来竹骂他们的那情况 有人人群里面有人发问说 你们不是中国人吗 他说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英国人 然后说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滚回中国呀 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真是有点可笑 我比较气愤的 首先是港独这种立场 你们违法了 然后贴在墙上的海报 贴在那里 主要是影响我们对整个的事件的感觉吧 可能我们看到了也会很气愤 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学生干事会 它本来被我们授权 就是被学生来授权去管理 作为一个管理的那个机构吧 他没有吃一个就是秉公的立场 没有一个中立的立场 他有很强的港独倾向 他的立场是这样的 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 现在中大有16000多的本科生 他们这一届的学生会当选 是以2159票当选的 他们选举出来的学生会 并不能代表着我们的意见 而且又授予他们那么大的权利 校方现在的那种放任的态度 就是不管不参与的态度 是放纵一些人来break the law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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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